她是刘艳婷 专业小丑 曾经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也得了大奖 舞台上 小丑艳艳带给人们欢乐 回到家 家人又是什么反应呢 我看到那个照片 我就开始哭了 好好的一张面 为什么画成这样 艳艳在这个外公外婆 留下来的五金行里长大 老板娘是妈妈刘旭艳 我希望客人来这边 她一次要十个的时候 我有 所以货常常囤的很多 囤积习惯是不是也影响了艳艳呢 她的工具箱里琳琅满目的东西 也让人眼花缭乱 化妆皮 汽球袋 卡住 妈妈希望儿子续做电子新柜 反对她把小丑当职业 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另一方面 母亲希望家传的五金行 有人接班 以后我媳妇进来 你要守护这个家 又是哪位嘉宾前来理解焦虑的母亲 也安慰伤心的艳艳呢 周五晚上九点 住在五金行里的小丑 就在公视频道 谁来晚餐 就在用心里的小丑 天哟